二战中美军最惨的一次 美国战斗的国家并不只是几个国家而已 其中的参战人数是最多的一次战争 再加上当时的科技已经趋于现代化 所以给人们还有国家都造成了不小的损伤 正是因为这样 在这次战争之中 曾出现过很多场面很激烈的画面 而今天所要讲的 是关于当时较为强大的美国 在某次战役之中 竟然打了有足足40天的时间 而在战争刚开始的前三天里 美军就损失了1.9万的战事 可见此次战斗相当惨烈 而这次伤亡最大 可以算是美军最惧怕的战争 就是当时最为出名的阿登战役 这场战役是发生在二战末期 在欧洲西线所发生的战事 也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 之所以会发生这场战争 就是因为想要快速击败得之 使得战争快速结束 这才会想到到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而在那个时候 西特德在短时间内 竟然派出了20个师的兵力 也就是大概25万人出击 随后在1944年12月16日的时候 伴随着曼谦的雪花 在阿登开始进行作战 在那个时候的美军 也就只有四个师的兵力 双方实力是相当的悬殊 可即便是这样 美军在面对德军兵分三路的猛烈攻势下 依旧在进行着顽强的抵抗 德军为了拿下美军的一交通要导 竟然在天刚亮的时候 就派出一支小队化装成美军的样子 开始偷偷潜入美军阵地 立刻对里面的设施进行破坏 随后在德军主力到达后 很快就将美军七千多人给围监 就这样在双方刚开战的时候 德军就歼灭了美军七千多人 为了降低美军的损失 在第二天的时候 就派来了空降师前来支援 而这个时候的德军 竟然派出了两千架飞机 开始对美军进行第二次有效打击 巧的是德军在进行突袭的时候 正好赶上极为恶劣的天气 美军以及联军就没有派出飞机作战 于是使得美军很快就又损失了数千的兵力 使得美军和盟军开始有些慌乱了 就这样德军趁时 仅用了三天的时间 就将美军歼灭了一点九万人 使得双方在这里进行了长达四十天的激战 等到1944年12月24日的时候 美英方面投放了将近六十多万的兵力 这才最终开始压制德军 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正是因为这场战役的残酷性 以及持续时间太长 使得美军在这场战役中 最终活下来的人都为之颤抖 程邀有志知识投稿 原创或推荐好文章 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您的内容 邮箱1070000701 atqq.com声明 本文来源于网络 百全归远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性告知删除 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 中立 仅供参考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